黃國昌雖然你說他在政治立場上面的彈性很大 是 但他在政治路數上的彈性是很小的 哦 他就剛剛講過他現在 從他來民眾黨以來的這些 政治操作方法跟過去並沒有什麼差別 嗯 你不是在想辦法用生的少數的席次 去取得說一個可以左右這個立法院的這個立場 然後想辦法以小博大 不是嗎 你還是想辦法硬幹嗎 然後硬幹中發生衝突之後 在衝突中獲取聲量 是 這個是他的固定的戰法 那我想這也很難改變 嗯 你看光是連說 嗯 這個新北什麼選舉都可以跟李明顯吵起來 對 這是他的這是他的戰法 嗯 哎我就是有爭議 然後就都是別人誤會我 嗯 范棋肥誤會我李明顯誤會我 對 你民進黨就不要講啊 實在力量誤會我 李昭麗也誤會我沒關係 對 這就是他的戰法 嗯 所以我也有點不意外 但是柯文哲不一樣 柯文哲是一個彈性有夠大的人 哎哎哎 快點 快點 對啊啦 今天大家看到的又是我們的好朋友 大家的好朋友 帥哥 趙麗 對 就是前時代力量的秘書長李趙麗 趙麗好 李昭麗好 正恩哥好 好 因為這個端午節過了 對 那 意思就是說 就是 大廳 每天都可以收起來了 就是大家就是天氣開始越來越炎熱 但是心情上面呢 可能大家也開始躁動 天氣都會躁動 然後特別是國民黨跟這個民進黨 開始也躁動起來了 因為他要幹嘛 他們都要下鄉去宣講了 宣講什麼 就是國會改革 不不不不 講錯 我現在要講國會擴權 擴權 他們不是國會改革 是叫擴權 人家是改革 為什麼你說要擴權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要一黑一白 我說擴權 你要說改革 但是這個最中道的就是趙麗在這邊 是以時代力量第三者 旁觀者這個觀點來看 這一次已經在國會擴權案 現在進入到 逐漸到這個行政院的副議階段了 後面還有很多程序要走 然後主要就是說 這個國會的 這個行政院提出這個副議案 我們先來請趙麗來分析一下說 這個民進黨提副議案 那過與不過 以及這個行政院的左翁泰 他的未來的去留 可能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ok好 因為現在的這個副議案 大家已經看到已經在進行中了 那就是未來的結果 大概就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是在國會裡面 通過也不通過 第二個就是說 假設他不通過 之後就在這維持原案之後 行政院的這邊的動向 就是要辭職跟不辭職 那才會延伸到後面 有沒有總統要解散國會重選的這個問題 那因為後面這件事情也太遠 而且也只是知識體大 成本部分大戰還在盤算 那特別我想可能民眾黨盤算最多 因為民調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到比較近期會的就是說 國會這邊到底會不會有些改變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因為畢竟才剛投完 而且呢 我們在整體政治的這個板塊上面很大的變動 所以呢 不太會出現說結果的反轉 這個是我們覺得國會上面應該還會投出類似的結果 是 所以接下來可以要預期的就是說 那到底左龍泰要不要來做一個反應 那當然我們會覺得說 左龍泰如果現在要來辭掉的話 當然是對賴清德很大的一個重傷 所以不太可能在這個時間點會有很大的動作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立法院維持差不多現在的洗字藍白盒 對 他們還是以過半的優勢呢 在這個副議案擋下來 擋下來之後呢 那依照憲法的規定就是行政院長要嘛就是接受 對 接受就是去執行 或者是被執行這樣子 對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我不接受 那我就跟總統提出總辭 對 行政院總辭 對 那剛照例講的就是說 因為時間520才上台 對 時間很短 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又要讓賴總統再去選一個新的隔魁 甚至整個內閣又有一些變動 現在這種這個成本太高了 沒錯 然後所以就是可能 卓龍泰這個 內閣他不會總辭 不會總辭 不會總辭下來 就是說他開始執行 但是呢民進黨後續會推 釋憲 那釋憲的結果一樣 可能還是有兩種吧 對一種就是 違憲 違憲 一種就是不違憲 應該跟 我可能補充一下就是說 大概會有 應該說兩種 但是不太會出現結果 應該是 部分違憲 部分違憲 對 或者是 而且那個大概就是說 關鍵的條文是否違憲 就是說因為 以這次 因為畢竟我們這次要處理的 這個 譬如說國會擴權法案也好 或改革法案也好 它是一包法案 對 那它裡面涉及的太多面向 所以不像說一條兩條法案 宣告它違憲不違憲 是 所以 我們的評估就是說 其實法界評估也差不多 就是說司法 呃 院這邊會做出來的結果 比較可能是部分違憲 嗯 所以就會來持續來做 回到立法院來重新做 法律的調整 嗯 那這個是比較可能的戰場 是 那只是說 到時候後面 國會有沒有 就是說這個 因為 一個是時程上面啦 他到底能不能 因為本來也有人說 是不是 如果發現這個事件結果不滿意 那 想辦法再用別的名義 再重頌等等 嗯 但是這件事情也要就是說 做一個預估 就是說 畢竟 呃 這一屆的這個司法院的大法官 嗯 其中有八位 到今年的 十月 就要重新再提名了 對 所以呢 到時候 這個人是 我們大概可以想盡 以現在的國會的這個 呃 這個格局啊 很有可能 人數照杯葛 是 那當大法官的這個人數不夠的時候 事先是沒有辦法進行的 哦 所以這個 戰場會一關卡一關 那到時候會不會再拿 譬如說因為這個國會的這個 改革案 那 市縣呢 覺得說不滿意 所以呢 認為說這些 民進黨有提名的大法官 都沒有辦法代表法律的這個真實意涵 所以呢 進行卡關 是 所以這個戰場後面的延續會變成是 我不會認為說 在市縣這邊會有 就是說民進黨能夠取得重大的戰果 然後甚至呢 去想辦法想要強度關山 然後去犧牲 後面的大法官這個體面 對 不過呢 那個 市縣這個動作應該也是殺不住車啦 一定得做 但是我 大概也不太可能在這邊膠著 嗯 那也不太可能求取說 哦 哪一方覺得說獲得一個完全的勝利 嗯 對 大家可能就是部分違憲的條文 出來之後兩邊再戰一回 然後再丟回國會裡面再吵一陣子 是 對 那我打個叉 那因為民進黨現在輕鳥下鄉巡動 那這個會不會造成 國民黨部分比較區域的立委 他有壓力 所以說 在未來的投票表現上會有一些變化 你怎麼解讀說 這個會不會造成說區域立委一些壓力 比如說 欸 之前選舉的時候結果差距比較小 可能差個幾千票那些區域立委 他會不會有一些壓力說 因為這樣所以 我可能在未來投票方面可能會有點 變動 我認為就是說投票的意向上面是很難變動的 因為畢竟這個對抗的格局已經成了 那差別只在於說他們的姿態 就是說他們處理的 因為老實講 這個法律 在法理上面是有定它的複雜性 所以你說你要就做條文去跟民眾做很多溝通 這件事情是蠻示悲公斑的 是 所以真正去接講的核心內容都還是政治表態的部分 那國民黨的立委要面臨的表態壓力主要來自於兩個人 一個就是傅崑奇 一個就是黃國昌 對傅崑奇的表態的重點在於說 這個總召看起來很充直撞 是不是都他說了算 那對於黃國昌就是說 你們到底是小蘭在綁架大蘭 你都只能跟著他走 因為我整個國會改革的戰場看起來 好像只有黃國昌聲量最大 我們是不是被人家騙了 你們這些立法委員是不是就被吃掉了 所以國民黨的這個地區區域委員他會面壓力 倒不是說去改變投票意向 而是去強調說 沒有這個我們是這個黨 為什麼要跟民進黨對抗 那已經不是這個是我們的這個藍營在主導的 黃國昌是被我們用了 我覺得他主要要論其實是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太認為說這件事情會聯動到投票的這個意向 因為這個如果說藍白都 民進黨跟國民黨就是藍綠都下鄉去宣講 其實這個有兩個層面 我等一下再那個 就是說 當然這個走街頭這種演講 就是說到這算是街頭的運動 這一方面就是民進黨比較強 國民黨是比較弱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民眾黨的角色他在這個下鄉宣講 好像角色沒有了 那你怎麼看為什麼他沒有這個角色 民眾黨最大的這個問題在於說他沒有這樣子的動員 的實力 群眾場從來不是民眾黨 我跟你精準講不是黃國昌的專長 哦 那聽起來其實有點大家覺得反正怎麼不會呢 因為黃國昌不是出生於這個街頭的戰場 是的 我跟大家說就是說 過去曾經成功的時候最成功的時候是什麼 太陽花 對 那太陽花事實上並不是他個人所創造的不敗 而且當時的這個正反面很明確 面對一個中國跟一個南韓的政府 但是 而的條文 雖然說條文複雜 但是呢 對於這種中國連結相關的對立面是很清楚的 是 那在那個大師師家創造他 但是呢 在一旦遇到這種法規比較複雜的時候 其實過去他並不是沒有試過 什麼時候呢 大家記得2017 18年的時候 勞基法吵得很兇 對 當時時代力量也在黃國昌的領軍之下 提出了公投的這個法案 那依據這個法案上街去宣講跟連署 那跟各位報告 其實那時候連署狀況非常的糟糕 那每一場的這個進度也復佈預期 所以呢 就是黨那時候是等於在他的這個強勢的主導之下 提出了兩項公投案是遵於勞基法的 那這個法其實應該處理 只是說這個戰場後來就不了了之 原因就在於連署的案件數實在太少 而且每一場對應的這個街頭其實效果也都不好 那當然就說勞基法都已經這麼靠近 相較於國會擴權 或改革法案其實更靠近一般人的名聲 那其實他設計真的也太複雜 所以有點到時候我們在街上就有發現說 這東西很難跟民眾直接溝通 一接接獎是一個相對很短的時間 所以這次其實就證明說 黃國昌對於街頭的這個活動判斷 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厲害 那所以你就看到說 那去年說 那去年有很多場這個小草 事實上人家看的是柯文哲 而且綁了一個總統 那現在麻煩是說 柯文哲沒有再去選總統了 那個人聲勢也下降了 那現在還要回來再辦一個街上的街頭活動 我想這個成本跟這個效益 我想很顯得意見 當然他也最後一個擔心也就是說 會不會如果他繼續跟國民黨保持一個同步 就認人家更要決定說 對你就是一個小賴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國民黨他們下鄉去之後呢 單獨找黃國昌 或者找什麼林國成啊 張其凱下鄉去各自各別 對這就是跟剛剛提到的這個 國民黨的憂慮衝突 因為他們就是擔心說 現在下鄉大家 他的對象很有可能都是 國民黨的支持者 是他回答的根本不是說 法案內容到底是不是國會改革 國民進黨有多麼阿拔 這件事情對他們的支持者 有一個定數了 對現在就在於說 你跟民眾黨的關係 到底是你是被大的被小的吃 你現在還找了一個 把你身上都壓過去黃國昌 繼續壓你的聲量 我想這件事情是沒有道理 因為畢竟現在已經不是選舉的期間 不需要說靠誰來幫忙站台拉拔 關鍵在於這些區域立委 自己的聲量 自己在選區這邊能夠站穩說 好我就是那個大藍 對特別是 如果你黃國昌的腳踏 他可能最想去的是新北 他可能最不想他去的 也就是新北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們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即便黃國昌出現在某一些場合 他很有可能是某些無關緊要場合 甚至可能他只能去花蓮之類的 畢竟傅崑崎自己出來講也不太好看嘛 那剛好這個 現在在國會的他的戰友 出來幫他站上 你看這個法學博士都幫我站下 這個可能 可是大概也頂多在這邊而已 其他部分我想大局上面 不太可能出現說讓黃國昌 拿著 國民黨造的場子裡面造自己的聲量 那趙立你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藍綠下鄉去宣講 這個規模大概是什麼樣 很大嗎 還是說可能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還是很短就會結束了 我認為很難拉長時間 對 原因幾個 一個原因在於說 其實季節是很大的影響 現在很快面臨的是 夏天 夏天 你要在戶外有一個群眾場 對 蠻辛苦的 嗯 對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呃 這件事情他目前就是有一個 既定的戰場在那邊嘛 你沒辦法就複製表決 然後就實現 那並不是一個說 我就有一個行政院在準備 要通過一個什麼惡質的法案 譬如說要一個什麼包裹式的 呃 這個糟糕的預算要通過了 嗯 那你必須每天在那邊擋 嗯 所以你要有一個持續的動能 我覺得這是比較辛苦的 嗯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畢竟這個法案設計 大家覺得說如果說實現了 有結果的話可能寄望 嗯 是 對那第三個就是說 畢竟大家才在這個 清鳥行動的時候大量的動員過 嗯 然後沒有在這個 沒有新進展情況下 你不斷不斷的達持續這個動員能量 我覺得是非常辛苦 那你看現在的這些 社運團體 就是說之前在推動這個 清鳥運動的 這些社運團體 公民行動聯盟啊 這些 他們目前的動態大概是怎樣 我想他們還是得 就是說因為接著這個 這個旗子已經鋸起來了 嗯 對 那這個號令已經發出去 所以他得非辦不可 嗯 對那大概就是會以說到覆議案 覆議案 為一個時間點 嗯 對那來進行這個 好一般守則早總不能去司法院裡面 好 因為這下視線案總不能去 對 這是不能干擾 大法官來做這個 對 視線嘛 所以應該就是以國會的戰場 結束為結束點 嗯 所以 趙義昂會請教 那 實在力量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第二點是你剛才講說 因為你辦了這些 所謂街頭宣講 因為天氣熱可能大家會受不了 那民進黨最擅長的可能就是在 廟口裡面 在廟宇 這樣晚上去辦的話 那這樣會不會對他這樣的 青鳥行動宣傳會有助益 我認為他的一定會有一些幫忙 但是你說要期望 想說想要去複製 10年前那樣子的盛況 我認為是蠻難的 目前還沒有到那個能量 對 因為畢竟現在的執政黨是民進黨自己 是 那你當然說 你想要透過這種群眾運動方式 幫自己增加這個 這個 這個底氣去跟國會的多數對抗 這件事情大家又不是看不懂 就是那個動能跟當初說 一起上街去對抗國民黨加共產黨 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同的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畢竟 政院這邊 老實講 你還是會 說多多少出一些小包啊 然後就出現 比如說之前這個 龔武川的這個事件 你總是會 讓這些 或是就會遲疑 就是說 我到底現在誰是比較up 誰是對抗的那一方 不太確定 對 所以呢 你說要這個動能持續的去變大 我認為 沒有辦法像 不能預期像10年前那個樣子 所以我想各方大概也會這樣評估 就是說 剛剛提到的 以複製投票時間 為這個中止別 在這段時間內 當然會盡量的衝刺 是 但都是只是為了後續 這次很大做基礎 可能在做到的是什麼呢 累積年輕人的名單 找到可能的新的戰將 2026年有沒有可能推出來 是 這些是比較可行的 但是 其他部分我想 呃 比較沒有辦法說 去想到他會變很大的一個政治效應 那時代力量扮演的角色 會有什麼樣的 譬如說他可能會是協助 或說 針對這個法案 他會做一些宣講 或怎麼樣 時代力量 我們不會 呃 不是 我們就是時代力量部分 我想他應該 就不太可能做去走一個 大家就覺得說 又很耗費時間 然後又不太擅長的 因為剛剛講到時代力量 並不 過去以來 並不擅長 這種群眾場的組織 是 那能夠做到的是 其實在看到王文玉主席 也在網路上面 不斷的發聲嘛 是 就是試圖跟大家 大家講清楚說 因為總有一些民眾 其實到現在為止 還是沒有搞清楚 說國會到底在吵什麼 對 那這件事情本身就是 需要被解答的 所以 呃 那我看得出來 民眾黨也有想要 踩這個立場 只是比較麻煩 他畢竟跟國民黨 才綁在一起搭戰的一場 接下來又要投票 所以他比較難取得 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那畢竟我們 現在就是 像是一個比較平工的第三方 所以 我覺得應該是扮演 像這樣子的一個責任 就是說 跟大家還是講清楚說 雖然我們知道 各黨現在比較多 應該是政治盤算 跟 後選舉盤算許多 但是我們這樣的一個政黨 還是要幫大家 把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講清楚 嗯 對 那總是有 這些就是說 比較 這個更關心這個法案的 這個選民有這樣的需求 我想這個就是去提供 像這樣子的公共財 應該就實在 接下來應該要做 嗯 我覺得 像民進黨 如果下鄉去的話 就要他們講 先講的內容 主要還是要 剛剛照理講的 就是把那個內容講清楚 是 比如說 爭議的地方 對 你到 就一般人 或者是像 吳宗憲 他不是說 這個99%的人都沒有影響到 那問題是 1%的人是誰 問題是如果像我們呢 我們這邊講一講 我們是不是有 藐視立委 藐視國會 那種疑慮 那我們會不會被叫去 問話了 對不對 這是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國民 民進黨 應該還是要把這個 這個焦點 放在這個 國會改革 這個五個 五個項目裡面的 這個案子的內容 而不是說 我去之後 又像 在王毅川在選舉的時候 用選舉語言 這樣子可能就是 你只是 只是激起這個 支持者的這個熱情而已 但是大家對多數的 這些中間選民 他們對於這個 國會改革了解 其實是不多的 那 剛剛我在回應一下說 我們柯總昭 也蠻可愛的 他 他自己在臉書說 我們趕快這個號召 這個有志 這個志士 趕快要投奔 然後要來這個 反對這個 就是針對這個覆議案 要來這個 進行這個 投奔的一個動作 我覺得這個 都是多餘的 不可能 所以說你覺得民眾黨 最後的投票還是一樣 是覆水組織就對了 這一次還是繼續嗎 沒有 他們 他們不能說 他們覆水組織啦 對 他們就是自己 自己有 他們覺得說 這個改革也是 他們要過的啊 對 所以改革要過 大家其實前提 大家都沒有反對 那重點是因為 改革法案的內容裡面 是有爭議的 所以他們為了過 所以寧可讓 有爭議 反而也跟得過 我覺得年輕人 那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應該是對於國會改革 跟這個 那個花東三法 這個可能有差別 我覺得 如果推 花東三法 這個兩兆的 這個案子 可能會影響更大 對啊 因為 國會 花東三法 當然第一個 他本來就是一個比較 對於 呃 花蓮家天下的形象 就是你這個 自肥的形象 太明顯了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為什麼國民黨自己 內附反彈 我覺得 原因也是在這邊 那國外改革這件事情 我很同意 葉某哥說的 就是說 民進黨的任務 應該是要把這個 困境 就是說到底 裡面哪些違法部分 講清楚 同時 我也必須提醒說 要把某些部分 其實是合法的 嗯 也要講清楚 對 因為 還是在重料就是說 大家要看到的這個民進黨 如果他真的要去穩固 去吸納說 中間選民的話 嗯 他必須承認說 過去他們是支持過 國會改革答案的 對 那他一定是 不會是整包 都是爛東西 嗯 所以你也要把這個道講 聽說 好有些部分 我們確實可以接受 嗯 那那過去 我們確實也沒有推 嗯 對 這個部分 要把它踩清楚 嗯 那後來說 可是其他部分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同意 原因是那些 嗯 大家才聽得下去嗎 而不是說 只要藍白推的 我都 目前都是爛東西 大家趕快上街出來 然後還是什麼 去學校裡面 去號召大家 嗯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搞錯了 對 覺得說 反正我知道 曲子一舉起來 只要把這個 副公司的臉拿出來 換一換 然後大家就會往他撐沖 他實在太高估 副公司的仇恨值 是 也太低估 柯健林的仇恨值 對 所以 我想這件事情 民進黨如果他們想要在這局上面 嗯 能夠獲得 就是說 我希望能夠在 畢竟 大家看很明白說 這個副議案 最終的 民眾民進黨會在意的戰場就是群眾 支持 如果這個戰場 嗯 因為其他 你在議會投票一定會輸掉 對 視線也未必如他的意 對 所以你一定會在群眾想要把這個討回來 那要穩固下來 絕對不是在採用選舉時候 嗯 那種用這個喊打喊殺任意號召 好像舉個 其實大家要往前衝 做吧 我覺得這件事情會行不通 那但是柯健民如果態度 一樣這樣不改的話 你覺得你剛才講這些建議 民進黨會做嗎 一樣聽不進去啊 所以我覺得柯健民的部分 民進黨要深思熟悉說 就像照例剛剛講 有些法案是可以去執行 或以前民進黨有提過只是沒做到 那他們願意回頭來跟民眾解釋 或願意有點認錯嗎 我覺得在柯健民身上 我看不到這樣 我覺得一樣的問題啊 如果大家在問就是說 民眾黨是被黃國昌把持 甚至國民黨是被黃國昌綁架 那民進黨難道就要被柯健民綁架 你有這麼多可以發話的對象 你有前總統 你有現任總統 你就不到這個層級 好 你的行政院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吧 對 你有智庫吧 是 對啊 你有這麼多這個友好的這個學者們 是 對 這麼多的這個力量都有機會講出一些證 就是說我們認為應該講出來的話 你為什麼要被柯健民綁架 這是我的問題啊 就是說柯健民當然可以覺得說我一頭熱 我覺得這個是大好 我要想辦法再重新的獲得這個很多人的加入 然後認同我這種就是直接跟 反正我去約跟我這次跟這個藍白的印狀之後 他也覺得他好像有獲得戰功 是 他可以相信那一套 可是民進黨要有不同的想法 嗯 我想 你像譬如說 我就不相信說這個行政院的這個副格 或者鄭麗君跟他看法一起 嗯 是 我不相信 是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民進黨要思考的是這件事情 你要不要被柯健民這樣子代言綁架 嗯 我想這個東西 那柯文哲說民進黨也會有馬王之爭 對 賴清德跟那個柯健民 哈哈 我想不至於啦 因為畢竟就是說賴清德 在就是說他的這所累積這個真正能量 跟他的來來路啊 就是跟馬英九差太多了 馬英九畢竟真的比較不接地基 嗯 嗯 那跟王金平基準在兩個對立名 嗯 那賴清德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呃 柯健民也沒有王金平的底氣 你必須說 對 王金平那個是何等的國會領袖 是 那柯健民不要說他現在 那過去在民進黨最其實最少的時候 嗯 大概三不到四十席的時候 對 都沒有辦法統合內部的意見了 對 對 那你說他要能做國會領袖 去辦法去翻轉賴清德 我想這個也蠻難的 嗯 對 所以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 我也才會認為說 民進黨是有這個機會 有些人出來講些公道話 是 你有這麼多的法學學者 你有這麼多過去 支持國會改革的這個 呃 你的人士們應該都有辦法跳出來講公道話 不要再被這個柯健民像這樣的話 來綁架 是 那最近的一些民調 其實已經看出來就是說 其實國民黨的這個 的支持度 黨的支持度並沒有增加 嗯 民進黨是增加的 是 啊 民眾黨是下午 下午 嗯 有些民調做出來是下午其實蠻多的 他不到10% 那有的還維持差不多18%左右 那你看看就是說 柯文哲跟黃國昌他們在看到這個民調的結果 那發現自己可能有流失一些小草 嗯 那你覺得誰可能會調整一些策略 然後未來在政治攻防上面呢 會稍微 看 關注這個民意的風向 然後再做調整 嗯 我想大概柯文哲需要做的調整會比較多 哦 那也彈性也比較大 嗯 因為呃 黃國昌雖然你說他在政治立場上面的彈性很大 是 但他在政治路數上的彈性是很小 哦 他就 我就剛剛講過他現在 呃 從他來民眾黨以來的這些政治操作方法跟過去並沒有什麼差別 嗯 嗯 你不是在想辦法用生的少數的席次去取得說一個呃可以左右這個立法院的這個立場 然後想辦法以小博大 嗯 不是嗎 你還是想辦法硬幹嗎 嗯 然後硬幹中發生衝突之後在衝突中獲取聲量 是 這個是他的固定的戰法 那我想這也很難改變 嗯 你看光是連說呃這個新北什麼選舉都可以跟呂民賢相 嗯 對 這次是他的這次是他的戰法 嗯 哎我就是有爭議 然後就都是別人誤會我 嗯 炭其肥誤會我 李明星也誤會我 對 你民進黨就不要講啊 實在立黨誤會我 李昭麗也誤會我 沒關係 對 這就是他的戰法 嗯 所以我也有點不意外 但是柯文哲不一樣 柯文哲是一個彈性有夠大的人 嗯 對不對 他真的你一定程度上你看他兩岸立場可藍可綠 對 那國會改革要不要對同婚立場可藥可不要 對 要跟藍要不要合綠 要不要合他也可以趕快跟朱立人玩的隔天又去跟蔡英文見面 他彈性就是這麼大 嗯 那他現在的求生欲當然是很強啊 因為想看他的聲量掉到一個很可怕的程度 對 對 那再加上他也很清楚知道說大家也在詢問說 所以你柯文哲的下一步 對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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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什麼 就是要 因為如果都不回答 我就說說你就是要交班給黃國昌了嗎 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是更 沒有他的下一步就是2028啦 他的他的他的目標就是2028 那他的下一步呢就決定在黃國昌 黃國昌在2026 在2月1號上任新部分區立委的時候 他就講說這個20我們民眾黨未來的目標 第一個就是2028嘛 那2028要有2028就一定要有2026 對 那有2026就一定要在這個地方上面要有斬獲 那要有斬獲的話呢 就要有黃國昌這個角色 所以我黃國昌的角色呢就一定是要 最好就是新北市 是 哈哈哈哈 就是一段一段 這樣子 就是他非常擅長的這個三段分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件事情都要講完講完就會發現說 這個我從頭都沒有柯文哲三段 你沒有角色 你的角色就是幫助我 在2026年取得斬獲 所以就是從2024的2月1號開始到2026的選舉 年底選舉的時候就是黃國昌的場子 就是他的戲 但是我現在要問趙立 因為趙立曾經擔任過黃國昌委員的辦公室主任 長期跟他是一起開會一起共識一起寫法 一起朝你這些議題 有革命情感 而且很了解大家互相了解 國昌老師也認識很了解趙立 那趙立當然也很了解老師的思維模式 現在有民進黨的立委林俊憲講 就說如果國民黨要讓你黃國昌加入國民黨來選新北市長 現在先出個機會啊 趕快加入啊 黃國昌願意嗎 加入國民黨 對 代表國民黨選新北市長 我想他有可能 如果我說真的要走到這一步 最有可能就是用五黨的方式 這個就是大概他的底線 底線就是就是離開 其實不是用民眾黨的身份 一民的身份 民眾黨部已經變成是核推 那用這種方式 我想這是也是他心中想到最有可能的最佳境 對所以這個才是他就是說這些佈局 那只是說他馬上遇到的狀況就是他去問李明賢 他問李明賢這件事情是跡象他的個性 然後也是一個其實是這整個局的出現的一個危機 這個個性就是說他本來就是會在這種接觸的時候 很多問一新聞局 那問題是你要去問到李明賢這個事情 那就表示柯文哲沒有在幫你示意 因為李明賢回的很對啊 就這個是黨主席們要談的 對你來問我幹嘛 我會知道 那表示什麼 表示柯文哲沒跟你通 柯文哲也沒有跟這個朱立倫通 那這個才是問題嘛 所以他才覺得說 那我有可能這局要想辦法再把聲量再衝高一點 因為他的策略是怎樣 我不可能去迫使 有任何辦法去迫使柯文哲去跟朱立倫談 那朱立倫也沒有任何動機說 我現在要把新北這群壓下就給你 所以他能夠做就是不斷的 剛剛講的 繼續去製造各式各樣的衝突 把自己身上衝高到說 他就是面對民進黨的唯一戰勝 這才有可能達到他的局 不過我們現在看就是國會裡面 他現在的戰場大概就是國會 因為剛剛照理講了 就是說這個街頭運動也不是國昌老師擅長 OK 那其他的議題其實我有在關注國昌老師的臉書 其實他有很多議題其實是打得不錯 那個我們可以下一次有機會細講 但是就是說很多都是哪有運動 今天質詢完 那可能後面沒有follow了 那到底行政院或者是司法院或者哪邊 他有做一些改革或或缺什麼 他沒有再交代了 這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像趙立倫要打出一個聲量 讓大家去關注 那至於之後的結果 他可能就沒有人再關注了 其實不重要 因為到時候如果有 他就說你看都是我爭取的 你看我臉書有寫過 如果沒有就是民進黨 故意背給我的法案 所以其實對他來講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臉書上有寫過東西 成功就是我的 不成功就是民進黨 不過現在去問像李明顯 或者是其他議員或立委層級的說 你們國民黨有沒有要禮葬我 其實時間太早了 其實甚至連黨下面的都還不知道狀況 然後你這個因為就是國黨的事情 或者黨主席跟黨主席接觸的事情 我想以我過去認識的紅火山委員 我也必須幫他講點話 他說他在時代列項的任內 其實都有追這些案 我們要追的 就是說確實你看他累積那些資料夾 用會幫忙整理 那個確實是我們在追金融弊案等等 是真的有在追 但是呢結果可能不如他預期 所以我不太確定說 畢竟他在民眾黨才第一次會期而已 我不確定他會不會調整方式 就是說那我就是開始亂散彈亂打鳥 我不確定 對這個我就不敢說 但過去他確實有那樣做過 那他也是因為這樣他才會說 我覺得遇到行政單位的一些蠻橫 或者是我就是擺爛說謊等等 他才會氣 我想這件事情有他的其來有之 所以其實反過來說 一定程度黃國昌他接下來的聲量 會取決於民進黨擺爛的程度 如果你繼續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舉例最近就好了 你說一個能源政策何其重要 總共經濟部長講話頂三倒四 這種荒謬的狀況一直出現的話 那你就是不斷的做求給黃國昌殺而已 你去擺著柯建民在那邊擺出那樣的嘴臉 你就是給黃國昌戰場 對 所以其實有點像是我們來講那個 蓋邦的人數是從那個皇帝的決定一樣 黃國昌的聲量不是黃國昌在決定 是民進黨你要不要繼續端出這麼多的這個球給他殺 你不要再做像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那我想你說黃國昌再怎麼樣去想要去衝擊或幹嘛 很難 他會回到說如果都回到立法院這邊 好好論理什麼的倒也沒什麼不好 那現在就差別在於說 你就繼續把這場上站出來 就算他不用在青鳥藍鳥那邊走發生掉 他就網路上面繼續有辦法去擰壓民進黨所有立法委員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我再問一下就是說 照你瞭解國昌老師的話 你覺得說他這樣從國會改革啊 這個法案現在通過了 好 那後續他還有什麼可能會推的東西 就是說撞擊整個保守體制的 是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 那個吹哨哲保護法 吹哨哲保護法 這些一定一定是會推的 而且這些東西現在才強調 這些都是民進黨過去承諾過的 承諾過也不做啦 對 我就講一個好了 吹哨哲法案 從2017年開始說要演你 到現在送不出行政院 其實這個案子不難啊 對啊 為什麼不難 難得在於法不難啊 可是柯建民說不可以給啊 理由呢 他說怎麼可以把公部門跟司法綁在一起 公部門先做啊 司法為什麼 因為司法有太多人跟他談嘛 就你這個一旦通過我們公司要怎麼治理 他從這個角度來看他 完全不從房間的角度 出來了嘛 又是沒搞嘛 司法不可以嘛 有人太多人跟他談了嘛 其實是這樣 因為可能就卡關 所以現在公部門都出不來 所以好玩了 所以這件事情 民進黨拒這個態度 對 黃國昌又等著又要得分了 所以好好想想吧 好好想想吧 昭理我再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那黃國昌現在是因為是總召嘛 所以說他可能在立法院有一些聲量 那如果下個會期或是他們總召任期是 換成民主黨其他人的時候 那他這舞台會這麼大嗎 一樣大 一樣大 大家不要忘了 他在實在力量那四年沒有任何一屆擔任總召 當然他前半段是黨主席 但是你說在後半段的時候 特別19年的時候 既不是黨主席 也不是總召 可是當時他聲量大的不得了 所以根本不會影響他的這個發揮 是 其實後續還有很多 我們每次找趙莉來講 都是欲罷不能 然後時間到了都講不完 然後我們製作人一直在跟我們吹吹吹時間 所以艾瑞克我們怎麼辦 就是趕快下一次再約啦 再約趙莉來 因為時間講不完 而且議題很多 而且一講就很多 內幕是內角 對啊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話呢 歡迎你點贊 開啟小鈴鐺 並幫我們分享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拜拜